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盘中蔡老师在YouTube上面录制的盘中解盘 是说尾盘台股要翻红 先跌后涨翻红 依照目前跌4点 4点2 3点尾盘要拉涨5点 各位其实就算涨一点做收 我认为这也不重要 为什么因为目前的一个什么多空就是僵持 外资一直在买 政府基金为了后面要做选举行情 他先实现获利 所以后面股市有震荡的话 他也比较多银子进来做护盘 所以整个的一个盘式 我认为所有的解读都是正面性的 你不要以为说今天这个盘式 怎么最低的时候跌了30点 最高的时候涨了28.6 涨不上去 各位因为没量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纠结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我跟各位讲 其实用产业面选股 你大可以放下你心中的一个不安定的一个成分 也就是说恐惧的心态你通通不会有 你只要来到产业选股 当然要讲产业选股之前 蔡老师跟你叮咛一下 今天9月24号礼拜二 明天是9月25号礼拜三 明天一言新邦的节目会因为 节目借给财政部 来开这个统一发票 所以说蔡老师的一个1点半节目 你不要找不到我 蔡老师一样会在品封大中华生活圈 给你录制盘后的语音解盘 整个的一个什么 品封大中华生活圈会照顾到全国的投资朋友 全球有投资台股的投资人 应有尽有 不要说这个节目借给财政部 你在节目上看不到 只要你是蔡老师品封大中华生活圈的铁粉的话 我都会照顾你 各位 那昨天蔡老师晚上8点15分跟你讲的产业面 你有没有认真去看 昨天收视率又是全国冠军 各位又是财经节目的全国冠军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求之若渴 都想要在股市里面知道真正产业面 到底会怎么样生效 所以都会盯住蔡老师的一个节目 昨天是第60集 9月23号 非评手机职工苹果的一个弱点 带动的相关个股 蔡老师已经放上网络了 昨天 对不对 决战MAT30 我讲的一个内容 所以说你如果昨天晚上没有收看的 你赶快加进来 品封大中华赖生活圈 每个礼拜一次 蔡老师已经被邀请了60次 每个礼拜一次而已 我没办法每天 因为我事情太多太忙了 而且所有的一个内容都是验证性的 也没办法每天来跟你讲一大堆有没有的 你只要跟在蔡老师旁边就好了 各位 怎么加入 打开手机打开LINE 加入好友按一下 官方推荐显示全部按一下 接下来你打两个字品封 你按加入 就可以了 你就来到散户守护者蔡丰盛老师经营的品封大中华赖生活圈 你所有股市的疑难杂症 我都希望你在这边获得有效的解决 各位 专业操盘正面迎战 对不对 大盘今天最低跌了30点 蔡老师有在怕吗 没有 尾盘收盘 各位 不是涨一点是跌一点 也就是说尾盘拉了三点多 各位重要吗 不重要吗 就在平盘附近 各位是不是 所以说有这个专业是不是很好 你知道尾盘都会拉 各位 赚钱的战略加战术才是你要精进的方向 你如果精进够了 或者跟蔡老师一样 或者拿到蔡老师的讯息 老天也一定会给你赚大钱的好运气 各位是不是 来 今天最低跌32点 最高涨28点 来回大概就是30点 各位是不是 那你来看 加全指数 今天最高来到10947 放空的当然希望他杀下来 为什么 因为人家说不怕1万只怕万一 所以对于这个11000点 特别的一个恐慌 各位对不对 那恐慌你也不用去放空吧 各位你看到近期的一个龙卷张数已经快到80万张了 你今天就是做完一只股票再换别的股票 这样一直做下去就好了嘛 一个正向循环 不要说我这个万一好像不太会长错了 盘市的纠结就是一个多空的拉锯 后面会出现突破 这个突破会怎么走 依照目前来看的话是有机会往上走 而且有可能在明天 明天礼拜三 为什么 因为目前旁后的道琼从早上我看到大概涨了一百二十几点到现在也涨了一百点 所以说如果国际股市在这边推了外资一把 反指标就自营商了 自营商已经连续卖超11天了 然后大盘在创新高自营商在卖超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自营商 蓝小如鼠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一定会赔大钱了 后面一定会反手去买进嘛 如果明天涨两百点他会买进 他一定买进嘛 因为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卖了嘛 各位 所以说外资这边连续买超13天 如果明天台股再大涨 他一定会加大幅度 为什么 因为昨天的尾盘 新台币央行刻意再做一个贬值 对不对 他要守31嘛 对不对 守不住 今天在开盘的时候又来给你回升了一个什么5分多 来各位你看看这里 在上礼拜五的时候9月20号 升破31块央行吓死了 对不对 所以上礼拜五拉升 尾盘变贬值嘛 昨天又进一步的一个贬值 对不对 这央行出手嘛 用外汇存底嘛 但是你看今天又变升值 所以代表这个钱 可能国际的一个热钱导向 甚至于可能美国可能也 处心几率要把台湾股市拱上来 凸显台湾的一个什么 全球的一个地位 可能是这样 因为所有的动作都是 以美金 在这边做整个的一个世界纷争的一个中心 开端 所以我认为有可能什么 你看到后面如果台积电突破270 大盘1万1就站稳了 有没有机会 有的 而且应该看今天晚上会不会出现进一步消息的确认 为什么 高通目前的晶片是855 骁龙855晶片 它即将在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公布865骁龙晶片 那这个865是三星代工 这个没有搞错 重点是未来875 这个骁龙晶片会重返台积电 那台积电突破270 或者外资机构说上看300块就有机会了 因为台积电现阶段7奈米7奈米plus全部的一个产能都满载嘛 那这个骁龙875晶片如果放在5奈米的话就是又事先挂号啦 对不对 台积电一上去指数1万1就站稳了 对不对 所以散户你不用怕 当然不是叫你做台积电 而是你要知道大盘的一个什么 一个变化 就像我告诉你的 你今天红海的股东20几万人 你一天到晚都等红海要涨红海要涨 我已经跟你讲过 红海要涨也是工业妇联会先涨 工业妇联涨 红海才有可能涨 工业妇联不涨 红海不会动 各位 所以你一直看到红海几乎比大牛还大牛 人家台积电都已经涨成这么的活药了 各位台积电是不是这么活药 你看红海几乎一滩死水 是不是 那我刚刚跟你讲的一个工业妇联不动 虽然今天有稍微的涨来到15.18 但是要过15.96占上16块 那我也跟你讲说 同样是红海集团的 你来换你应该心甘情愿换了 不然我跟你讲说 你一直在等红海不会涨 你也不相信 对不对 我说你如果把红海的个股换来 他的一个子公司讯新不是挺好的吗 9月17号就这样跟你讲 当时讯新110块 112 我说第四代的细世代 包括台积电 包括日月光投控 包括讯新是受惠股 纵横未来30年 所以讯新的爆发力你可以留意 因为他8月份的营收已经是历史新高了 他整个的一个产能 第四季大概都满债 各位是不是 你看看昨天9月23号讯新已经创新高129 今天的一个台湾股市再怎么不好 讯新基本面依旧不会改变 各位是不是 蔡老师跟你介绍的 是不是 然后呢 真顶敢换吧 全世界PCB之王 对不对 你把红海换到真顶不是也一样会涨吗 一样是低档买 COG变COF 明年变COF也是真顶受益 110块 今天真顶来到多少钱 120块 各位你看看 今天真顶是不是来到120块 我问你 这样赚10块是不是很容易 那你如果说 红海要从76块涨到86块 难如登天 那他如果真会这样涨 FI可能涨两倍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你说 什么叫做专业 用产业面来 解决你持股的一个问题 金元店 昨天再跟你强调 今天创新高 对不对 大摩今天 网上调到多少钱 很好笑 调到40块 这之前就 外资报告就有写了 各位对不对 所以今天涨不太上去 但是已经创新高了 够了嘛 金元店122亿的股票 蔡老师什么时候说过 来各位 金元店 今年的4月9号 都是28块以下 对不对 27.75 还有呢 来 7月2号 这我们7月1号大赚一波的 各位是不是 7月2号 手机厂多角化经营 金元店 是不是 近期来跟你讲什么 4943的康控 9月2号 是不是 苹果9月11号 秋季发表会 康控 当天现买现赚 涨停板嘛 今天康控 再创新高 所以说盘氏的发展 我问你 法人的一个钱进来 难道会买其他的主力股吗 不会嘛 一定要买法人股嘛 你看加哲 当初2202 230跟你讲 昨天创新高 今天压回来 你要不要做下一波 各位是不是 所以选好股好 选股股选好 是你要走的路 而不是管说 今天大盘 为什么没有涨100点 我认为今天大盘 没有跌50点 已经很好了 还跟你涨100点 各位 所以选好股 你得出的选择 就是赚多或赚少而已 所以一切就是 让专业的来嘛 你有专业 你自己去赚 你没有专业 你也不要拿钱进来赔 你让蔡老师来帮助你 各位 蔡老师用产业选股 解决你的麻烦 战胜你投资的恐惧 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要怎么发大财 跟着蔡老师来布局 蔡老师帮你一档 接着一档的赚不停 有任何难题 一通电话 解决你股票 不赚钱的烦恼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明乐 好 更多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号 我们继续请蔡老师 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言行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明乐 再三的跟各位讲 这个两个月都会有一次 统一发票开奖 在这个一点半 那明天正好轮到 所以明天9月25号 蔡老师不会在电视上 帮你做盘后的解盘 但是蔡老师 盘后的解盘 会录制在品封大中华生活圈 来给你播放 准时播映 所以说朋友要记得 如果明天大盘大涨了 哇你怎么办 赶快来品封大中华生活圈 找蔡老师 因为蔡老师都提前跟你讲了 包括昨天的东西 也已经放上主页了 对不对 第六十集 第六十集 非评手机职工 苹果的弱点 又是收视冠军 所以我跟你说过 赏户你今天你要赚钱 很简单 拿专业来换回去 事件上是公平的 虽然这个市场 很多都是不公平的陷阱 但是蔡老师会帮你排除 就是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我用法人的观点 来跟你讲 法人持股的一个看法 所以不会去落入 什么主力的陷阱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蔡老师不会贪心嘛 各位对不对 有买有卖嘛 对不对 重点是内容 内容内容嘛 你在股票里面 就要有内容 不要一天到晚 去做炒作的股票 所以蔡老师这边 就是跟你讲最正确 最完整赚钱的观念 法人会来帮你抬教的 还没加入的 赶快拿起手机打开LINE 加入好友按一下 官方推荐 显示全部按一下 按屏风 打入两个字屏风 你按加入 你先看蔡老师之前 这六十几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明天一样 两点钟你再看蔡老师的盘后解盘 一模一样嘛 所以蔡老师一定会关心你 有问题你也可以问嘛 各位是不是 那股市里面 就是要克服自己投资的恐惧嘛 所以你看到啊 节目的标题叫做 战胜恐惧的秘诀 你有办法战胜你的恐惧吗 通常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人家都报你股票 包括卫上市也一样 一大堆都是你的亲朋好友 或者你的好朋友在抓你 进去陷阱里面 你不是相信这个公司 你也不是相信这个股票 你是相信跟你讲的这个人啊 所以往往这都是局中局 各位对不对 那怎么办 舍弃人为因素 回归产业 产业选股获利必然 不要讲说这个人啊 你能够多信任 就像蔡老师一样嘛 我跟你讲的东西 就是这些内容 你去应征看看 看会见不见 各位 这才是跟对人嘛 跟对人 我带你走对路 自然会做对事嘛 是不是 大力光 今天押回来很漂亮 为什么很漂亮 4300以上本来就是卖点 谁叫你先接乱去买的 各位 那押回来等量说 再做另外一波嘛 台积电也要供上去 鸿海也跌不下来 然后大力光又来主供 为什么 因为他9月份的营收 跟8月份几乎一样 那8月份是历史新高 代表9月份也很好嘛 所以10月5号公布他的营收 一定是正面性的嘛 各位 就像之前啊 把人啊 刻意去叫你去卖大力光 结果你看马上涨600块 你气不气 各位是不是 但是转折第一天 我就告诉你了 各位 尤其啊 像我跟你讲的郁金光也一样 镜头股啊 是我昨天讲的一个主轴 大力光 郁金光 尤其郁金光啊 8月份竟然自节获利哦 他就有办法赚快5块钱 他把今年的1到6月 的一个获利 直接用8月份直接跨过 8月份一个月就贪5块啊 各位 所以之前他公司派讲的 要赚50块60块 搞不好啊 未来的日子会落实哦 因为他打入了苹果供应链嘛 各位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到 郁金光 之前的一个什么 也不是说不老实啦 就是之前啊 比较打高空 现阶段好像开始啊 脚踏实地啦 开始尝试做好人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 郁金光上去 那大力光也会被带上去 这不就得了吗 镜头股就整个喷出了嘛 你看大力光 当初9月11号 我跟你讲 这已经止跌了 3855站上 当天3900 各位对不对 是不是 把人刻意去打压 他也没用啊 4135这一次是不是过 这一次最高 是不是来到 4350块 各位是不是 所以说 脚踏实地 就是这个意境嘛 你看 济瑞玉之后 外资又再度陷害大力光 散户啊 你要不要留意 这些局中局啊 你看 外资很可恶啊 今天外资 也跟你讲2449的 哇 这金元电多好 对不对 又叫你去追高 各位 那怎么办 你也不能怪他嘛 对不对 搞不好 他之前就有不好的一个过去 他只是换一家公司 给你发报告而已 你看大力光 多空论战 我也觉得很奇怪 有时候这种空前一天出来 扰乱市场 那你多的 你也让他扰乱市场之后 你隔天才丢报告出来 说不对 我不赞成他的看法 眼双黄 一个黑脸 一个白脸 那你想透了没 这就是市场 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 那你怎么办 走专业的路线 走产业面 研究苹果嘛 对不对 高盛打不下来 就知道大力光要涨了 各位是不是 那不就得了吗 不假外力嘛 联发科也一样嘛 昨天已经创新高391了 各位 今天的联发科小跌1块387 那明天如果盘涨了100多点 联发科一定再创新高嘛 为什么 题材都在这里啊 题材都在这里嘛 各位 所以你看看 我跟你讲的东西 完全的都可以让你来印证 对不对 是不是 5G IC设计受益 PCB受益 你看就是在涨这个两个主轴啊 那台积电 今天晚上如果确认 骁龙875 5奈米 2020年交给台积电 那OK啦 那未来台积电 灰灰衣袖 270块就占上去了吗 为什么 因为那8月份 已经是营收历史新高了 所以说你看 蔡老师跟你讲的 真的都是有营收的 绝对不会空口说白话 你看星星 6月4号的星星 才28块9 昨天的星星 已经48块4 各位 你看星星 是不是 你看我跟你讲的时候 来 星星 3037 你看6月4号 是不是 28块9 星星 对不对 然后这一次要涨之前 中秋节前 9月12号 星星 43块8 对不对 这样一路走来 各位你看 拉到484 今天稍微的一个震荡 亮缩 很好嘛 南电也一样嘛 你看7月9号 当时跌最凶 37.55南电 这一波拉到了521 昨天也创新高 对不对 那今天大盘小跌一点 他也稍微的做震荡 你看南电 中秋节前 9月12号 我也跟你讲要涨这个啦 你看一路涨 IC设计PCB 所有中美贸易战 潜藏的转单效应 全部都发酵啦 所以我问你 这个市场上 有什么好 不公平的 公平的要命 各位 你看 因应5G时代 ABF的一个什么 载版的一个制程改变 全部变厚了 利润变高了 需求变多了 我是不是用这张图 跟你讲过 IC载版 类载版 对不对 瑞玉 今天也来到230 加上除息的7块 237 当初200块 谁叫你卖的 外资 所以不要从阳媚外 有蔡老师在这里 你来找蔡老师就好 蔡老师帮助你 双红也一样 均热板 均热片 之前还有人 就讲说 没有人要用 马上双红开公司 开所谓的法收会 谁说没有人要用 从一个月600万片 现阶段800万片 第四季变1000万片 他的制程 比同月领先半年以上 包括3338的一个 泰塑也一样 都跟上来了吗 各位是不是 茂莲 今天也一样 又拉到224 之前230是虚线 对不对 只要站上这边的话 就要创新高了 8月份的营收 是因为客户 他碍于中美贸易战 下到了 所以说 他辞严的一个下单 9月份就反应回来 就好了吗 对不对 昨天跟你讲的 3008大立光 未来怎么走 各位 跟你讲的 3324的双红 未来怎么走 石墨基 均热板 跟你讲的 3037的新兴 5G手机 对不对 未来怎么走 各位 我相信这些东西 通通是散户 你敢买的股票 我也知道 要怎么样帮你 创造你的 未来财富 一档接着 一档的转不停 把这个行情 好好的一个把握住 不公平的市场 一定要找专业 来当你的靠山 你不要再瞎摸像 蔡老师邀请你 专业操盘 正面迎战 大盘也要看得懂 个股更要帮你 跑产业面 跑公司 了解法人的一个心态 让法人来帮你抬轿 真正的在股市里面 趋吉 跟避凶 做好的股票 不好的股票 也不用去放空 很多的一个个股 是不是被嘎空 不然你以为 2337的一个望虹 真因为任天堂受益 嘎空 各位 2337望虹 所以产业选股 战胜恐惧 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跟着蔡老师来布局 蔡老师帮你一档 接着一档的转不停 好好的把握 咨询专线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明乐 感谢分析也提醒您 节目中资料仅供参考 头战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替代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